王開誠 你好 嗨 小哥 你好 這首歌唱起來非常的不錯 雖然這個是一首台語歌 但是現在台語歌有一點風格在改 你這首就滿新的 跟依照的架構或是melody 是不太一樣的 對 其實我覺得在整個 傳統的台語歌曲來講 希望給大家不一樣的一些 流行音樂的元素 讓它整個感覺更新 讓更多年輕人也能夠來接受台語歌 那之前好像還在這一次出發之前 曾經還得過一個相當高的榮譽 其實還好我在96年發行的第一張專輯 叫《原諒我愛你》 然後在97年的時候 97年的時候 1997 還滿大的獎 沒有 我沒有得獎 我是入圍金曲獎的最佳房顏男歌手 聽說當時好像還挺吃虧的 因為大家說他跌破眼鏡 但結果人家的瓜董 這個資歷怎麼講 突然還滿新的名字 那時候也不叫王開誠 對 那時候叫許願誠 許願誠 對 就是你 對 就是你 我想起來了 就是你 我記得你 說到記得你 我也想到 說到記得我就開始流汗 也讓我想起一個笑話 結果有個太太懷孕了 不好意思 這個懷孕都快生了 先生還是常找她 她太太說買了 以前說買了 說沒關係 只要我們照顧好誰是沒有問題的 後來終於小孩子生下來了 小孩子就生下來了 你看到她爸爸就說 我記得你 你是推人家頭推的好用 好啊 我記得你 對對對 我記得 那個時候我就嚇一跳 就是人家吃好聽的 那時候突然後續又不見了 吃中醫真的到哪裡去了 其實有一段時間 我其實不太想再往演藝圈 繼續的發展 後來還搬住家裡去重商去 對對對 直到98年的時候突然 最近怎麼會又被吳宗憲 吳宗憲自己也對外講 這個人的聲音啊 我找了很多年 終於被我發現 這就是我要的聲音 這是什麼樣的機遇 直到98年突然碰到 之前的唱片公司 的一個宣傳 然後在上通告的時候 憲哥在聊到說 那個許元澄 為什麼後來沒有後續的發展 對 然後他一直在注意 我的一些動向 對 然後那個宣傳 就跟他 就給了憲哥 我的電話 在聯絡上 對對對 我發現他選都有一個方向 現場能力都很棒 而且你們台語員都 這就很會流汗這樣 很清晰的感覺 是 說了說了 剛才在日本也待過一陣子 這樣就不用說 日本演藝來說 外面一定是難不倒你的 大丈夫です 唉唷 你看 馬翔的流汗 對 還沒跟觀眾朋友 問安一下 用日文 是是 再來一次可以嗎 可以 各位 大家好 我是王開城 你也是時尚現在所謂的 新一代的歌手 有的人都自己作詞作曲 這方面你也有這樣的興趣吧 對 有這樣的興趣 有沒有什麼樣的成品呢 而且在這張專輯裡面 有自己的一些創作 是 是 那麼 情感的目前狀況呢 高端節就對了 對 還沒有什麼那個 是 也有戀愛的經驗有了 有 有 有 尤其在日本 聽說他們 雖然是東方很保守的國家 這個年輕人的情愛也是相當開放的 對 日本很開放啊 你有去那邊 當然也會有一點火花吧 在那邊住了這麼多年 有啦 有一段 終日交流一下 為國爭光 這個八年抗爭的文化 公安這樣 總是這個 你有沒有碰到個心儀的人 可能會不會覺得文化 會不會配得起來呢 其實我在日本有過一段 這樣的一國年情 是 是 在那邊 在日本念書的時候 說說看他們假如在談情書外中 有什麼重要的情人節 當然不用講 他們怎麼來表達愛意或什麼 或是你要追他們當地人的時候 用什麼他們的方式 有沒有跟國內不一樣 我們一聊聊看 其實我覺得日本女孩子 表面上是比較會 當你在示好的時候 她是馬上接受還是說 有他們一種矜持的方法 沒有 他們比較 我覺得比較害羞 比較 可是她其實內心裡面是 可以的 對 可是她就會比較 可能不能明說 就是 是其實 是 是藍裙子白短襪那種 這個好像H H旅遊 他們比較常講的一些口頭語 有的時候看他們情人節 老師把糖丟到地下是什麼意思 我們看不懂 丟到地下 然後有人去撿 他們其實 其實日本當地有很多的一些 民俗上的一些差異 是 是 對 可是那可能是比較 就是比較鄉下的地方 才會有這樣的一個例子 是 我住的那邊是東京 所以其實也很少碰到這樣的情形 這個很妙了 他們有很多的風俗文化 我們也看不太懂 對 而且差異蠻大的 像很多日本有很多祭禮有沒有 祭典 對 祭典 就是每個地方都不一樣 對 還有什麼 蠻有趣的 推車子 忽然是坐著大木頭 往上下衝 對 徒手騎到上面 常常下來斷手斷腿 他們還是很 氣氛還是很高高 而且那個房子撞毀的都是 聽說這樣子會賺錢 這樣子啊 對 而且每年這樣一撞下來 每次的祭典裡一撞下來 那個 好像那個 賠償費要蠻貴的 但是他們都沒有關係 整個費用對 那個浪到還算很好錢 那說得越問還越深 那請問滴蠟族這些 滴蠟族是 好像也是 他們帶動這個 我記得最早的觀念 也是從日劇啊 或什麼 皮蠟燭 皮鞭 那個叫SK 對 他那種方式的那種生存 也有這樣的專門店 好像也滿足 他們社會是 多重量的發展 我覺得它是很多元化 什麼樣的人都有 然後 他只要合法 你就有你的這個 消費的天空 對 還有什麼偷窺的 對 對 他們在那邊都很風行 對 奇怪 還有這個 什麼男孩子喜歡穿女裝的那種 對 還有那樣的族群 對 其實日本是一個很開放的一個 多元化的一個社會 吃一些美少女新鮮的 他們都排泄出來的 很刺激你們看過 台灣電視都有 有嗎 有 台灣電視我就看到 那個是 就是我就不懂 還很貴 吃排泄物 還拿那個 那個會叫什麼 保鮮膜蓋起來 而且上面有他的照片 身材三圍 就有人買去吃了 奇怪 當作米蘇西路煮湯的時候